如果真的说 你不确定你的家人 是不是有真的遭遇 这样的情况的话 其实你先把电话挂掉 为什么 你假如这样子挂掉的话 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他真的是绑匪的话 他会留下求财 对 他还是会在找你 对 他不会立即 就把那个撕票或者什么 也不及他最多 有没有踢两脚而已 就这样 或者如果他根本是真的 他要撕票也早就撕了 对 对 所以就要紧张 不会笑诚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 他层次不穷 而且一直在有升级版 从2.0 3.0 现在已经到 不晓得到哪一个集了 不过听说 只要你有使用信用卡 你就有可能被骗 是不是 对 那个谎称信用卡公司 说那个汇款没有汇过来 对 那个你 即使你去打那个 所谓客服专线有没有 你也一样有没有 是没有用 你一样会被害 连那个电话都已经被他转接了 对 因为他是这样 他通常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他一定会有你的个人的资料 一定从这个所谓的 像例如购物的网路上面的 这种情况有没有 对 或之你一定有这个交易 对 或这个交易的时候 他就用信用卡公司 我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 你现在不是很多什么 十二期分期付款 对 对 我跟你讲 我没有收到 但是东西你拿到了 对 你拿到的话有没有 然后你又没有汇款的话有没有 我又要告你有没有 要不然就诈欺 要不然就侵占 那一般人的话 通常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就吓到 然后他会跟你讲说 你这个案子 现在目前已经不在 我们这个整个信用卡的 这样子的一个分期付款 已经变成另案的 另案专案处理了 对 那专案处理的话 所以你原来的那个信用卡的 那个就没有用了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给你一个客户电话 因为我们有个专案的一个电话 专线 然后再负责这个东西 有没有 那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 听起来很合理的 对 是啊 你怎么会没有汇 变分期的 是啊 问题是你没有脚 他说你没有脚 你没有汇过去 你讲到这里我都相信 对 因为他有客服电话 他要告诉你 那我不能够打我信用卡上面 那个客服电话 就跟你讲 他就说那个已经没有用了 谁要给你一个信用电话 不是啊 我拜托 他联系转接不行啊 没有啊 要不是他这么生气干什么 我会这样子告诉你说 小姐 张小姐 那个你现在目前有吗 因为你的案子 你已经拖了很久了 拖了很久之后 我们认为你可能有涉嫌诈欺 或者是侵占的嫌疑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 交由法务这边来处理 对 所以你原来这个客服电话的话 很棒他不受你 他只要说服你转一个单位 你就完蛋了 然后你就打过去啊 人家对方也会是跟你讲 某某银行你好 我是那个什么什么法务这样 来就讲说 那要是麻烦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现在还可以再汇吗 就再骗你去ATM 那你对ATM不太熟的情况之下 重复了去汇款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有些人 就是奇怪了 他一个东西的话怎么 一口气就一个东西 可能他假如说这支笔 假如他是一千块 对 结果他就还汇了十万过去 为什么 他就重复 重复汇款 他就跟你讲 我没收到 这是一种方式 然后第二种方式 就是他要求你去注记一个 就是说在上网的时候 注记一个网页 就是说你今天文台没收到 然后你现在又变另外一个案子 所以你到那边去 就他给你一个网页是假的 是假网页 他是假网页 这还有一些他会告诉你 就是说什么 例如什么财政部的 就什么你逃漏税啊什么 要不然就是什么 你被人家设定为这个 就是那个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所以呢 你今天要把一笔钱移过来 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个保管 否则的话我们认为你就是共犯 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 大家就会害怕 是 我要先跟很多的朋友讲 还包括什么要退税给你 这样 对 我跟很多朋友讲 那个中华民国政府 就说也没那么高 大家拼大地要死 没有那么热心就对了 绝对没有那么热血 今天还告诉你说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要不然你会怎么样这样子 绝对没有这回事 你会怎么样就直接收到 那个保院寄来的 罚款啊 公务人员 如果我们公务人员的效率 这么高的话 他们早就发了 对 我前一阵子听到一个 那个最近的诈骗手法 它是那个某某电信公司的账单 颜色一模一样哦 然后连那个什么 就是所有的资料 什么形式 格式 全部一模一样哦 很多人像我这种人 我就是会什么都不看 就拿去好几千就缴几千了 就缴了 你不看的啊 我没有做 不是啊 因为它颜色 没有那种一样 不是 它的信封袋都是一样的 那便利商店那些 也可以收这个假的了吗 它有条买可以刷啊 都可以刷 有这种事 是不是都到 比如说电信公司 我就到那家电信公司去缴 这样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没有啦 你一般都到统一刀商店 他还是到另外一个户头去啊 他是说为了要防止诈骗 就到电信公司去缴 我就到这办自动转账好了 对啊 也是啊 办自动转账是比较安全的 每天收账单 那请不下易如哦 因为现在全台湾省 没有接到诈骗电话应该很少 在接到电话的当下 要如何去分辨 到底是真的假的 避免受害 对 我觉得第一点 就是你接到这种电话 第一点就是说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按照 他指定的这个电话号码去回拨 因为他给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呢 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安排的人 一定是假的 什么政府单位啊 什么国税局啊 什么都是假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要按照 你自己找的电话号码打出去 你也要小心 因为我刚刚有讲 所谓的健保卡的诈骗 他除了诈骗 健保卡可以诈骗 就是说他冒用信用卡嘛 那他其实也在夺取你的一些讯息 比如说你的健保卡被冒用了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的身份证字号啊 出生年月日啊 家里住址啊 对 然后他掌握你的讯息之后 可能就对你们家里附近的 这个电话线做手脚 所以呢 一般来讲 我们是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应该是先把它挂掉之后 再拿起来 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嘟嘟声 但是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接到这种电话 就不要再用原来的电话打了 就另外用手机 或其他人的电话号码 对 然后根据自己找到的电话号码 去查证 但是最安全的方法 还是直接拨打165的 这个反诈骗专线 因为这个是政府的一个专线 它里面呢 收集了历年来各种最新的诈骗手法 所以你只要跟他讲 你碰到的情况 他马上就告诉你是不是诈骗 你是A型美型 你马上什么资料 什么翻案 通通都有 对 而且你都排不完 不要介意告诉他你的经验 因为呢 你多告诉他这个最新的手法 你可以帮助很多人 马上辨识出来 他是骗人的 我们当年有几个月说 查证最完资 诈骗集团每天每天都在进步 到底还有哪一些 你不晓得诈骗手法 困扰之后 没能接领 在这么多的诈骗手法中呢 最令网友们困扰的就是 网路连接诈骗 那它的方法就是呢 它传送一个网址给你 如果你不小心点进去的话 你的手机可能就会开启 自动地下载恶意的软体 或者是呢 你的那个小额服务的费用 就会开启 不要以为这是小额哦 从去年呢 到今年8月 这个手法就已经诈骗了 177万 而且有受害者 一天就被骗了3万元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些文字哪一个你会被骗 首先第一个是 你正在申请网上支付 103年3月的电费 共480元 如果非本人操作的话 请取消 取消 第二个是 我在墾丁拍的照片 你觉得哪张最好可以给你 我的什么是 第四 对 第三个是 I don't care 第三个是 蛤 被偷拍的人是你吗 我盘盘盘又说好被偷拍的 接着还有 你有一件快递签收的通知单 电子凭证请查收 他曾常买东西 这有可能 最后一个是 朋友的狗狗参加 人气比拼帮忙点赞 我朋友朋友够够这样 这个我一定按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的三位来宾 到底哪一个讯息 会开启人类的好奇心 让你真的忍不住去按 雨柔说会按什么 狗狗 我什么都会关掉 但狗那个我绝对按 因为我觉得什么 其实我网络这种东西 我自己坚守还蛮严谨的 什么都取消 对 什么都取消 只要有网址我就是取消 然后像我有碰过一个状态是 我的朋友一个女生朋友 她跟我一样 然后那时候 不知道是我建立一个 什么新的粉丝专业 还是帮朋友推荐之类的 我就用那个 我朋友的粉丝专业复制 然后贴给我身边的朋友说 你们可以帮我加入吗 然后我就有一个警觉性 很高的朋友一个女生 她就说 她就回说 你是谁 然后我说是我啊 她说 你要怎么证明你是你 她说 你没有网络党啊 然后她就说 她就说这个是什么连结 反正就问一大堆问题 我就说那你好 你要我怎么证明是我 她说 你现在马上用手机拍一张鬼脸 然后手插在鼻孔里面 然后什么什么的照片 她说你传过来 我很相信是你 然后我 你配合肚真好 我只是为了要证明 真的是我 其实你朋友才是真的诈骗集团 你又刚刚用这张照片 对 来威胁你 然后拿那张照片说 你再不跟我配合 我就把你的照片 pull出去 你不给我一万块我就pull你照片 对啊 让你丢脸死了 可是以前在网络上也很常会碰到 你是不是有被骗过 不然你的警觉性怎么会那么高 对 一定有 比方说我有季行姐的 那个Facebook的帐号 对 然后平常我们不太会有联络 可是有一天突然季行姐就敲我 用私讯 她说 瑞柳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手头上就怎么 我没有办法转不过来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什么银行操作 什么汇多少钱给我 然后我就说 可以啊 那你 我们要怎么联系 因为我也没有你的电号什么 她说 那你给我你的电话 然后她说你到了以后 我联络你 然后我看怎么操作 我会跟你讲 然后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怪怪的 是不是有问题 对啊 叫你操作 对 我就把 她不是叫我给她我的电话吗 然后我就说 好啊 那我给你我的电话 她说你的是哪一个电信给你 会比较往内通话 然后她从此就不跟我讲话 她从那时候开始不跟我讲话 大个号码就吓到了 对 因为她应该也觉得我 我知道 试破了 不是 她这个回答没有在SOP里面 对... 不知道怎么应付啊 挂掉 她觉得她已经引起警示 对啊 她已经有防范了 好 那洪大哥这五个讯息 你会学哪一个电话 其实我会按 我一定会按的 坏事做太多 男生怎么会怕被偷拍 不是怕 我们不是怕被偷拍 我们是喜欢看那个人到底是谁 你知道吗 像我们有很多的那种 比较演艺圈里面谁被拍谁拍 那我们就会去关心一下 所以艾雅也是会选被偷拍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狗仔 真的有时候拍是在你没有感觉的 然后所以可能我还不知道 所以朋友看到好心告诉我 我就会觉得 狗仔偷拍你 那个杂志就会出来 对 杂志就会了钱 有可能 可能是什么记者朋友 你不是那么按耐不住 想要马上看被偷拍什么 那种一定要搞得比比较早一点 都说你还没看到啊 我已经看到了 对啊 而且你一定要先看到 自己被偷拍到什么状况 才知道怎么处 对啊 所以狗狗那个我有类似过的 我就是我警觉性很高 所以那种我不会 因为我之前我朋友 就是传了一个说 我老公的人气作文 都有人气喔 就是人气什么 文章比赛 帮我按赞快一点什么的这样 然后我就回说 你是诈骗集团吗 你是本人吗 你赶快出现喔 你回不回 然后他都没有读我 就跟我朋友说 看吧 他一定是诈骗集团 我跟你说中了 我就要打电话给我那朋友说 你是不是那个线被盗用 他说他就骂我一串脏话说 就是我啦 偷票啦 是不是老白太忠误了 我还很自以为了不起来 打电话就给他说 你看你的蓝被盗用了 就玩这样 还有薪水可以赚 但是你还先付那一万块钱的 那个报名费 因为那个名额有限 已经够同数你知道 那个巨人 确实他等了三天 到底还没有 他就是现在在那一等喔 是